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偶然中可以看到必然 那就是美国对华认知和定位出现了严重偏差 把中国当成最主要对手和最大地缘政治挑战 第一例扭扣扣错了 导致美国对华政策完全脱离了理性健康的正轨 美方声称要竞赢中国但不寻求冲突 但事实上美方的所谓竞争就是全方位遏制打压 就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 美方口口声声说要遵守规则 但如同两位运动员在奥运田径场上赛跑 一方不是想着如何跑出自己的最好成绩 而总是要去绊倒对方 甚至想让对方参加残奥会 这不是公平竞争 而是恶意对抗犯规了 美方所谓要给中美关系 加装护栏不冲突 实际上就是要中国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但这办不到 如果美方不踩刹车 继续沿着错误道路狂飙下去 再多的护栏也挡不住拖轨翻车 必然陷入冲突对抗 谁来承担其灾难性的后果 这样的竞争就是以两国人民根本利益 乃至人类前途命运为堵住的豪赌 中方当然坚决反对 不过两个本身 如果没养 让它永远